在樓梅敏接受節目專訪畫面 有台獨教父稱號的他 在四月八號清晨五點五十五分逝世 基金會網站發了簡單的報告 一切重簡不辦任何刑事喪禮 附上彭明敏最後一本書 絕筆及自序 最後一句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們後來則會繼續追隨他的腳步 民主先驅殞落 總統府發言人臉書上表示 蔡總統聽聞消息 孩童不捨 彭明敏生於一九二三年 台大是起漢衛府部長陳時中的父親 法律權威陳其妍 以及憲法學者劉清瑞 合稱台大法學院三建客 而他總是插在口袋的左手 其實是求學期間在日本碰到二戰 被炸彈炸傷 媽媽幫他做的一支 後來他沒有再換過 彭明敏一九六一年任台大政治系主任 接著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 遭國民黨判刑八年 一九七歷年他在特務重重監控中 秘密變裝逃離台灣 海外流亡二十二年 李登輝解言以及解除黑名單後 他風光犯台 接著一九九六年 他代表民進黨選總統 副手就是謝長廷 雖然對上李登輝 他最後得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一 但留下的民主風範 讓他一直處於獨派大老地位 彭明敏選擇長明的地點高雄延城教會 眼光墓園 教友跟管理員對這位響叮噹的人物 指紋其名不見其人 心事低調的他 選擇安靜不辦任何的喪禮 但彭明敏代表的民主典範 一生傳奇和一世風古 將永遠長存台灣人的心中 三宣王少羽 胡錫瑩古福仙 台南高雄報導 餅牡芽 雅牴 黃曆 胡錫瑩 胡錫瑩 你們 胡錫瑩